早安 5月1日勞動節你好像要勞動和上班 我們沒有分勞動節還是不是勞動節 要上班就上班 總之我們有事就要做 重要就是做好去 但是就算假期你要上班 我們也會補假的 但是呢 下班的時候就要回家 不然小朋友見不到 太太見不到 女朋友見不到你就會發脾氣 所以工作時工作 休息時休息是很重要的 但是到底我們一個禮拜應該工作多少個小時 這個就不同行業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呢 工作多少個小時其實是一種學問 你怎樣可以平衡你的家庭生活 工作做得好 以至到個人的精神健康身體健康都很重要 到底現在研究成怎樣呢 我們這個鐘頭請來幾位朋友 跟我們一起聊一下你的問題 在直播室裡面包括了 理大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建華 早晨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早晨 還有就是飲食業聯合總會的副會長胡珠 早晨 早晨 還有就是標準公事的委員會僱主代表何世祝 早晨 早晨 還有工聯會的理事長吳秋北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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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改善 這個就是因為勞資失行的情況下 打工仔無奈 因為老闆說要做 要做我又沒有得跟你倚駕 所以就要形成這樣 所以我們一直都說 你的標準公司一定要定一個立法 否則大家不會跟的 那你一般見到打工仔 平均一個禮拜做多少個小時 我們其實有些五十幾個小時 如果你看一些報告回來 那個工時是很長的 我們都有 我們好像很開心 但是你長期的身心健康 是很受影響的 家庭的生活很受影響 就是你本身一個人 其實只有二十四小時 你八個小時睡覺 八個小時去工作 其他照顧家庭各種東西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 你不能夠違反這個自然規律 所以我覺得 你一定要根據現在人本身的限制 來定一些標準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那些碼頭的工人 他們那些僱主就說 其實很好的了 六個小時後做事 六個小時停下來 然後再六個小時上機去工作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如果你說 吳先生說睡覺要睡八個小時 其實現在香港大部份人 根本就沒有八小時充足睡眠 但是不是所有超時工作的人都是無常的呢 我想問一下柱哥先 那樣根據最近政府的報告 它的報告是11月出來的 那裡很清楚看到 雖然有一部分的人是可能沒有得到補償 但是它的數字就不是差到每個人都沒有的 它的數字大約是這樣 就是在超時工作的人裏面 有一半是一定得到補償的 另一半就沒有補償 但是在補償之中 那一半裏面的一半 大約有25% 總的超時工作人 有25%是屬於管理階層的 管理階層就是說 它自動呢 有時候它自動都要做一些 來清除自己手頭的東西 或者因為它管理的關係 它很多時候都比較長一些工作時間 也都那個待遇是好的 它變成了不介意 另外那4分1 大約是23%左右 那裡是事實上沒有補償的 我想一個情況是這樣 是不是秋北講這麼嚴重呢 也不是這樣的 事實上調查報告裡面 我們香港人平均的工作 每週的時間呢 就是48至49小時 那這樣說法呢 是不是比人家長很多呢 就不是 但是我們同意 但我們同意是平均 但我們同意呢 它有六個工種 六個行業呢 是特別長的 其中包括飲食 當然是 還有保安那些 但是這些是特別的情況 我想呢 就是 研究標準工事呢 我覺得是適當時間去考慮這些事的 還有我想最重要是看一下 問題在哪裏 為什麼會有一些 可以要做長些工事 但是沒有補償的呢 什麼理由呢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為什麼現在香港 那個就業情況不頑皮的 就是收業率 我們知道呢 是三點五左右 大約是 就是差不多全民就業的了 那情況下 為什麼還有些人 肯這樣做法呢 那我們當然要研究一些問題 然後怎樣去解決它呢 是不是 就是好像 大家 可能很快就說 應該立法了 那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做呢 是不是可以有其他方法 可以做到 解決這些問題 又不用一定立法的呢 因為我們看到在外國 很多情況下 雖然有立法 但是 它因為有很多 它自己的原因 目的去做的 還有立法之後 很多行業是被豁免的 你看到 實在是否一定是很理想呢 不是一定這樣 所以 各種情況下 所以 要我們 就是慢慢 差不多跟我 都是參加委員會 要在那裡磋商 那 我相信 那麼複雜問題 影響那麼大的事情 是需要時間的 那 所以我們希望 就是多聽一點 大家的意見 大家 我想委員裡面 都要努力工作 希望呢 盡快能夠 達到一些 大家認可的 的做法 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要三年 那麼久才可以搞得到 那麼這個是三年來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 看看 什麼情況 開會的情形是怎樣的 我們第一次開會 都未曾 都是下個禮拜 才去做 是不是 才開會 七號 那麼看看 看看 什麼情況 不過我們主席 一直來 就是梁次雄醫生 一直給我的印象 因為我和他的工作 很久 在立法會以前 做過 立法局 那麼他都是一個 效率很高的人 所以我相信 就是 他都不會容許 一直拖下去的 不過梁醫生 就做醫生 醫生 公事 真的很難說 希望梁醫生 不要當所有行業都是醫生 所以很多時候 有法例也好 醫生是會變的 那我想問一下 胡朱理事長 你們飲食業的行業 其實公事很長 他們很有趣 早上回家 然後又說下場 下場 然後晚上又回家 其實我現在想 以前的酒樓 就有些宿舍給人家 下場回去 睡兩個小時 現在哪裏有宿舍 下場 其實他不知道去哪裏 假如他在九龍市區上班 但他家裏是天水圍的 你下場那三個小時 到現在都不知道有沒有三個小時 有下午茶 當有三個小時 那你叫他去哪裏 他逛逛街也好 什麼也好 很難的 你們是怎樣的 我們飲食 是服務性的行業 也是民生的企業 實際 現在已經很多 我記得 我們入行的時候 全年無休 分酒樓行 查樓行 休息 你自己 你就要找提供 就要上級 認可 你才能夠休息 一個月 月大三十一日 做足三十一日 我一年都是回家兩次 在店裡睡了 就有宿舍的 我以前的酒樓 我每間都買五六個宿舍給他們 但是因為現在 你知道 那些物業這麼貴 那你怎麼提供呢 因為我們的工作時間 就 餐飲呢 以前開五點 晚頭收一點 又沽頂港 才改為收十二點 那 就 中午就下場了 當然要給他一段時間休息 是吧 因為每天呢 就 做我們行 整個十一二個小時的 那 有什麼時候有生意 可能還要晚一點 那 所謂叫做抽水 那 那第二天呢 沒有生意了 就被他倒閉 被他收回早 那 我們行 他自己自動幫他們 小條節的 那些單位休息 那他會 什麼的 就適當安排給他們 那 那 現在呢 就 我們酒樓有些地方 撥個廳給他們的員工 可以休息 或者怎麼樣 那 那 就現在多很多商場 那 那 他們有什麼時候 就三五之幾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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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行呢 就都 不是叫做吃蔥送飯 但是呢 他們也都是 好 就是 就是 很懂得適應 怎樣來調節 啊 就 我們 行業 照計呢 就在 雖然現在 就這麼多 條例啊 或者什麼 管制啊 那 我們呢 都適應得挺好的 嗯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沒有解決到 就是說 我們說工作是工作 回家時回家 我都不要說休息了 因為回家 如果他有家庭 他要照顧子女的學業啊 如果有父母呢 是年長的 他可能要照顧一下父母的起居啊 健康啊 其實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忙 譬如做酒樓兒那些呢 晚上很夜班 對於女士來說呢 如果要小一哥讀書 其實他們會很擔心 不知道怎麼辦 你下午給他那三個小時 下場嗎 那小朋友又沒有放學 那誰幫他 親子也好 溫就好 其實人之常情社會是進步的 以前就可能是 我記得我小時候呢 我爸爸是做山寨的 那他呢 我們真的好像你說的 年中無憂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晚上還要 有時候趕房開通宵 那爸爸經常去出街呢 去找生意啊 書 此類送科 那時候呢 我很討厭的 我很討厭的 為什麼一年到晚都很少見到他 然後呢 我很討厭的 為什麼人家那些 翻寫字條的爸爸媽媽 星期日呢 就可以帶小朋友去玩啊 喝茶啊 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呢 那我就很討厭 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很討厭做生意 到今天也是 所以你想想一下 那個危害多大呢 如果是沒有機會 跟那些家人一起呢 我到今天都仍然是 做生意不好的 如果像柱哥一樣 用心出來做事 就不同了 所以就變成有這樣的影響 鍾博士你的研究是怎樣呢 會不會有我講的那些情況呢 其實很明顯 香港有個別公種 工作時間很長 這個是事實來的 當然平均就是 50都不到啦 似乎我看報告就 但是大家都明白 在個別公種 報告書都承認 個別公種 工作時間特別長 這個我想 一個是管理的問題 第二 就是香港那個 工作文化的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正如美姐你所講 社會進步的 到今天呢 我們要向社會 傳遞一種信息 就是希望大家都 除了工作之外 要均衡一點生活 健康一點的家庭生活 除了工作 應該陪在家人 應該自己有些空間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希望那些人 多些吸收知識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 要考慮這些問題 也要考慮 社會是否承受到之外 就是我們有沒有需要 向社會傳遞一種 正面的生活價值 和信息 新加坡有標準工時 有最高工時 他們好幾年前 就已經開始一個 所謂家庭友善的策略 相當之成功 同樣道理 香港也可能有需要 就這個方向去想 當然我覺得 標準工時的討論 一定會比最低工資複雜 因為工種實際上很多 事實上很多管理層 或者一些自由就業者 一些創意行業 做記者 教書 有時候很難用一個標準工時 最高工時是規定他們 所以正如柱國人很對 可以預計這個討論 第一很難有一個完全的共識 第二可能到時 都有很多不同的工種 會被工時的規定豁免 這個我們都 我自己個人都覺得 看回世界各地的經驗 我們都要有這種預計 不過如果我們的目標 是幫助一些主要 我們所謂賣時間 加上青春那些行業的工友 可以有均衡一點的生活 可以向社會傳出一個 較為正面的生活信息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們值得 也希望柱哥和吳先生 可以在委員會裡面 多些聽出大家的意見 希望到三年之內 或者更短的時間裡面 社會有一個更清楚的意向和決定 我會覺得這個做法 應該是正面和健康的 大家不需要在這個階段 太擔心 及會有太多的負面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討論是健康的 其實是明白的 雖然我剛才說 如果我小時候家裡是做生債 爸爸經常都要做事 媽媽也要幫忙做事 如果一星期日 真的想說一家去逛街 都沒有 我心裡就覺得做生意真的不好 做生意真的只顧著賺錢 但長大了現在 我其實看到有些無良傷人都很生氣 所以就有影響 但現在會有些明白 就像剛才朱哥說的那些是酒樓的 他的工作環境就是這樣 例如我開早茶到晚上做酒食 但是不是可以多分兩班 三班呢 當你多分兩班三班的時候 你的成本又如何呢 我們看到現在 譬如說最低工資實施了兩年 五月一會看到很多工友都上街 有不同的訴求 包括最低工資是否還要調升呢 因為其實物價很貴 昨天我有個同事跟我說 他說我們買過飯盒喝了一杯東西 五十多元而已 那怎麼辦呢 他問我 加工資 我說我明白的 不過其實已經加了工資 其實我們這些就是夾心餅 你說我們 以我們來說 我們公司的老闆 其實是有良心的老闆 但同事都會說五十多元一個飯盒 如果一天我兩餐都要在街上吃 那他說 他喝了一杯飲品 他喝了一杯飲品 五十多元 他說一百元 還沒計早餐 我昨天跟他計 我說平均一天 如果兩餐都要買飯盒 煮月子 你吃完早餐 你一天要花多少錢呢 最少都要百多元 乘車 我說百多元 如果三十天都是這樣的 那就是要四千多元 不知道 如果一家四口 什麼都不做 那家庭最少就要兩萬元收入 連房子都租都還沒監 那怎麼辦呢 這些也是難的 是呀是難的 我在這裡不是開玩笑 又不是宣傳 去那些大酒樓呢 消費呢 就很划算的 因為現在呢 在那些大酒樓裏面 對 我覺得很貴 我現在開始就不想出家 不貴啊 有些燒鵝奶啊 叉燒奶啊 下午茶 八個八人車一碗 那些早點呢 甚至兩個八人車中飯都還有 吃晚飯呢 一炆雞啦 又有夾菜 又有魚菜 免費的 真真正正酒樓呢 因為他面積大 他要求的客人多 比如他需求一千客人 現在加了價呢 比如他加了五個percent價呢 可能他得回五百個座位 那他要想辦法去引客人來 他就跟那些細奸那些呢 就不同了 收回茶錢夠不夠燈油火辣啊 老實說 我們行業是只有兩三個percent的毛利 分分鐘這個剃刀邊緣呢 分分鐘是high的 真的 所以在酒樓消費是很划算的 因為你知道 現在都開多了很多這樣的小店 為什麼開這些小店呢 因為他需求的客人不需要多 二三十個客人 所以你說的就是 以前我們吃下午一個飯三十塊 一加加我十幾二十塊 真的好拿命喔 但是呢 在酒樓裡面呢 他是慢慢慢慢加 他是兩三個percent 兩三個percent的加 他也是加不足的 那現在呢 餐飲業呢 也都真真正正正不是好做 今年大家看到了 已經很多轉了手了 很多是什麼 但會不會是租金都很貴呢 是 這個呢 所以我經常說 不是只有三座大山 一個是租金 一個是人工 一個是物價 那是很多東西的 我們酒樓行 面對的保險啊 其他的燈陽火納啊 大家都知道 因為當我們說 聚得工資又加了兩元 老闆就滲到樹葉都落了 哎呀真是大鬼 加了錢都請不到人 但是呢 其實你想回頭 我剛才也算了一條數出來 你說他只要加了四千多元 一個月 只是吃三餐飯盒 是基本的 都未算他要住 他要讀書 他要病 看醫生 基本就是很難 所以 到底是應該怎樣去運作呢 是學問的 其實呢 現在那個 最低工資的調升呢 應該是滯後的 我們如果看這個市場呢 你是符合不了 如果你真的拿最低工資的部分 你是很難很難生活的 所以 那個調升呢 其實是根據什麼呢 你要根據一些經濟的指數 那個通脹啊 那個工資指數啊 那樣東西做的嘛 如果你 你遠遠是低於這個呢 賭板呢 往往就是 我就是給你這個價錢 他有很多道理 所以那個 滯後的情況呢 你必須要改善了 所以勞工界 一直都說 你政府是一年一檢的 不能夠兩年才去檢討 要不然呢 你永遠 一直滯後下去 到最後 那些最低工資呢 變成沒有意義 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 就是反而不是 當然最理想的 一年一檢 反而現在的調整呢 沒有一個客觀的機制 都是在委員會裡面 大家爭論 然後看政府提供的數字 那些數字 全部就是以後數據 其實這個就很不健康 我覺得對勞資關係也不健康 反而你說 反正我們已經在一年一年 有了最低工資了 現在跟著要做的 就對最低工的調整呢 應該有一個合理一些的 大家都要接受那個機制 譬如說你根據工資指數也好 根據通脹也好 有個機制 現在不是的 扔些數據給你們委員會裡面 就要爭論它 這樣到最後要主席 出一份記錄給大家 你制不制就算了 這樣就很傷 大家很傷關係第一 第二呢 也都不是很合理 這個反而我覺得是關鍵的問題 那到底你說 吳秋北就說這個是制後數據 但如果你問朱哥就說 我現在給了三十元 給了四十元都難請人 實情是怎樣呢 新聞之後呢 我們繼續討論 早安 早安 在直播室我們有四位嘉賓 包括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鍾介黃博士 早安 還有工聯會的理事長和秋北 早安 還有飲食業聯合總會的副業長胡朱 早安 以及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僱主代表何世柱 早安 早安 主局也是中華總商會的榮譽會長 謝謝你 剛才提到工時長 工資最低工資 五月一日調升多兩元 去到三十元 到底想問胡朱呢 你們請人是怎樣呢 我經常見到酒樓外面 連了一張紙 請洗碗 九千 樓面 萬二 我就 哎呀糟了 我們的記者新入行 可能跟樓面的請部長差不多 或者還有一些可能少些 怎麼辦呢 這樣 是不是萬二都聽不到呢 還是其實是連了紙隔人 說萬二 你可以去調查一下 我本身做酒樓行 我知道現在很多大酒樓 就漲多個兵 甚至是沒有兵 就怎樣呢 比如說這間酒樓 它可以同一時間接待 一千人 或者是六百人 那它是怎樣呢 大家知道 有經理、副經理 政部長、副部長有 樓面可能它用三十個試應生 現在三十個是零 一點都沒有 這些長工全部沒有了 在最低工資出現之後 這兩年多裡面 他怎樣招呼人呢 他就聘請一些叫做長散 散工 這些散工是很厲害的 自從最低工資出現之後 為什麼呢 他們心理不得平衡 那個年以效應 比如洗碗 以前賺七千元 他呢 就賺九千元 他教他們那些 下四門做事 誰不知呢 一條升了之後 就有些人 貪自在 就跑去做保安 有些 比如他 反正 捧一些大碟 這麼辛苦 我走去地盤 走去建造業 那些我找多一倍人工 我可能我成兩萬元人工 變成我們呢 就在 上一次工業轉型 上了大陸 我們走樓行 就接收很多這些 基層的人民 但是現在在這個 工資的轉型裡面 他們現在呢 就被這些人拘捕了 我們請不到 唯有出高價 所以那個最低工資 二十八元 我們永遠用不到的 那我們 那些人工可能加到 三十幾元一個小時 甚至四十元 都請不到洗碗工人 那些樓面呢 他的心理又不能平衡 哇有沒有搞錯 請他洗碗 跟我們大家一樣 一萬元 那我就不做了 不做呢 我就去炒耕了 上午呢 就在A酒樓 我賺七千五或者八千 到晚上呢 我在那裏呢 B酒樓呢 就幫酒席 我又賺七八千 那他呢 就可能上午 翻七個小時 下午他又翻六個小時 或者七個小時 那時間都很長 那其實是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但是他做得這行的呢 他已經呢 就是適應 那他自己懂得調節的 就是比他 一個星期都有 起碼有一天假期 那他和家 和什麼 或者下場的時候 那太太出來 大家 西河會妻 或者怎麼樣 那這些 總之他們自己會調節 會是什麼 那這個是怪現象 就是其一 那另一個怪現象 大家給多了錢的 剛才說 喂 我們吃東西給多很多錢 給多40 50 那麼 當然在酒樓裡面 你們的消費呢 沒有的 有些呢 10%都沒有 朱哥呢 就是因為做酒樓 所以就說 好了我不說 我想說呢 你說那些一蚊雞 和什麼送魚呢 我試過一次 我跟我媽媽說 我們以後都沒有去 他說他送那些一蚊雞 就吃不到的 很難吃的 煤的 你認住哪些酒樓 然後他送那條魚呢 就死的 我想呢 蒸就吃不到 煎都吃不到 那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說這個世界 不會有這麼大隻 你不要監獄我去 你不要監獄我去 我經常呼籲 那些人 如果大家知道 03年沙士的時候 我當時就呼籲 喂 我說你如果是做一蚊雞 你不要引人來 做一碟薑蓉 收人家50元 你是真真正正的優惠 你一是呢 你就不要做 我們去那裡是沒有收薑蓉50元 他真的一元就一元 但是吃不到 03年之後 就已經沒有了 沒有這些東西了 當然 你要擦量眼睛 有些就是借他來招來 有些也是實際這樣做的 另外 我又說另一個怪現象 現在很多客人就說 我們錢給了很多 這兩年 你們說工資加了 楊湖出在楊身上 加我們的價錢 但是呢 你們的服務就低了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印象呢 比如下命令 畫了張點心紙 進來進去都沒有人來 跟你接命令 到埋單給錢了 你都一樣 我給錢你了 你都沒有人來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個請不到人 第二個呢 就說他那個企業 他要為了生存 他也要繼續 不是 他也要看著 這條數 為什麼呢 我們是一個很微利的民生企業 只有兩三點子 換句話 你做一百元 除清所有的開支 你呢 能夠賺到兩元三元 已經是很厲害的了 這個實際 他剛剛是拿回折救費 所以呢 大家也要了解 我們行業 並不是什麼 就是暴利 或者怎樣 為什麼呢 他的開支很大 同意 因為你的租金也很貴 吳秋波就幾次上訪疫了 胡先生說的那些現象 就不應該全部毀過於最低工資 你最低工資的調升那個 佔你人工的成本 的百分比 其實就是零點幾 所以你如果把這些全部 推下去最低工資 就是這個最低工資 變成一個最大惡極 不應該這樣去看 你應該去看 你本身你的行業 那個情況 是變了 你那個行業 服務業的情況 又變了 你不應該完全 把它放在最低工資 作為一個 但這個現象 這個連以後應 就是確實在這兩年 發生出來 所以我想問 你其實都不受 如果標準工資影響 反正 每個人都是炒家 他喜歡做時薪就時薪 多少錢就多少錢 所以變成 就算實行這個標準工資 都不影響你的行業 就說沒有影響 是假的 影響一定有的 為什麼呢 我們行業 就是完成工作責任制 你比較簡單 你的東西不能夠留過隔夜 或者怎樣 比如你洗碗碟 如果你不洗乾淨 他就會越野越多 但是你大部分都是時薪 是 有很多東西 跟一班同事 他今晚擺酒 他又玩新娘 又玩新郎 又玩野了 廚房起了菜 他去下班 但是你的樓面 要收拾些東西 那些洗碗 要清潔了才行 你不能夠 把老鼠惹惹來 你變成香港 變成很多問題出現 這些要完成 要做妥才行 有什麼時候有生意 我們就會加班 所謂抽水 但是沒有生意的時候 我們會放回它 會調節 我公道地說 我覺得 最低工資肯定 對成本是有影響的 這個是事實 特別是第一次 當我們演員的時候 當時去到28元的時候 很多基層行業的增生 是相當之可觀的 所以我覺得 當時即時對成本是有影響的 不過今次的加幅 因為比較溫和 影響相對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 反而問題在於 我們現在在整個營運過程裡面 成本結構 事實上 確實有需要調整 我們成本結構 很大部分 可能真的被租金 以至其他的 和地產相關開支侵蝕了 這才是影響香港的營運 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 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 始終都是一個社會進步 我們可能需要考慮的一步 我們很難回到二十年前 大家是兄弟班 這樣做事就真的不行了 我覺得其實 反而想想 哪一種形式的 最低工資和調整方法 哪一種標準工時 適合香港 亦都能夠合理地 照顧到不同的營運者 的一些實際情況 如果有人做到這樣的話 我們希望長期 這個做法 不但能夠傳達一種 正面的生活信息之外 真的可以推動到 整個成本結構的調整 這個對整個社會都有利 柱哥就是做僱主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怎麼看 剛才剛才說了 現在要考慮的問題 是應該的 但是我一定指出幾點 就是要很審慎 剛才威姐提過 中博士也提過 就是有兩樣東西 一件事就說 就是 喂 飲食界 你既然間這麼長時間 是不是可以分兩間呢 第一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新加坡都有的 有最低公司 有最低公司 有一個標準公司 但我們不要忘記 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分兩間的時候 或者 好像新加坡有最低公司的時候 我們馬上會看到 我們人手是不夠的 現在 我們的利益率是3.5% 差不多是全民就業 那情況下 如果我們要增加職位 我們必須找人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新加坡為什麼會做到呢 它可以輸入很多人 它可以無限量輸入很多人 建築界 現在幾乎全部都是外來人去做的 我想知道 它的形勢完全不同 我們明白 不如我們想說 大家不要做那麼多時間了 大家可以享受一個比較好的家庭生活 但是我們怎樣繼續我們一個 香港很特別 香港去到不是以前的工業制度 而是一個服務性業為主的地方 那情況下 我們人的工作 很多時候是受那些顧客的影響 不是說我們可以自己定實幾多小時 就可以下班了 不用工作了 不是的 電台也是一樣的 我們有輪延的 我們都要去做 我們基本都是輪延的 每天都要補價 但是譬如你真的 經常都這麼忙的時候 經常都要這樣做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當然分兩間 分多些時間出來 是可以 但是我們哪裏找人來呢 這個很大的問題 你說不用 不是啊 它有人做啊 如果真的定了標準工時 那個人 它一個星期做這麼多小時 就是這麼多小時 它不能夠說 這裡做三個小時 又跳去第二 又做三個小時 去第三個 做三個小時 或者怎樣 都不行的 它一定是要規定這麼多個小時 你哪裏做 加起來 都是只有這麼多小時 才對的 如果這個立法來講 你知道香港是首法的地方 是 不同的地方 說是有法 但很多時候 它們不一定會 擔心得太厲害 包括英國在來 英國呢 它不會找人去巡視你 看你是怎樣的 只要有人投訴 那它才去看你 是否真的犯法 跟香港不同 香港 最得工時也是 現在 簡直有讀察 去看你 會不會有很多機構 最得工資 看看你有沒有 給到最得工資 有沒有符合法例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 說 是不是立法呢 要用什麼方法 去處理某些問題呢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是可以開放的 應該看看用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到 我認為應該解決問題呢 這樣 包括是否一定要 不要讓人做得太長 做得太長 真的需要的時候 是怎樣補償工人 一個應得的收入 這些我想 我想全部都要考慮的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三年很長呢 我想我們不用太緊張 那個時間問題 定出來 最重要就是 我們研究實質的內容是怎樣 我們是不是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問題面對是什麼 我們怎樣解決它 是否正在定 一定這樣就可以呢 在很多地方 他們開始定這個制度的時候 他們有目的在後面 有目標在後面 一些就是說 我很多事情沒有人做 所以我就不想 不是很多人 沒有事情做 我們就不想 一個人做很多事情 不如把事情攤長一點 兩個人來做 一個人的事情 大家做少一點時間 這個其中一個 有些是目的 其中一個是這樣的 有些就不是 有些是健康問題 安全問題 但是我們香港 健康是不是很有問題呢 可能到一開始 我們說笑 就是香港全世界 男女都好 壽命最長的人 那是不是真的 做多些事情 真的影響健康呢 這些不介意 香港要面對公平公義的問題 公平公義問題 我明白 我們說 既然這樣 我們現在知道 勞工是有兩個要求 一個就是 不要做那麼長時間 第二個就是 做長了 要補回錢 就是1.5的 我們就經常覺得 喂 是不是要這樣呢 英國就不是 英國就說 你真的需要做長的時候 都是僱主僱員 大家傾拓那個數據 你肯做就做 不肯做就不做 找別人做 這樣做出來的 就不一定要 立法定了一個 一定要1.5或者幾多的數 這樣看的 因為我們覺得 多些錢 不是等於你 買回健康回來的 既然間你不想做那麼多 就是不想做那麼多 歐洲就是這樣的 歐洲這樣 歐洲這樣是不是好呢 也影響到經濟發展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考慮這些問題 我希望不是在裡面倒的 一定要整體去考慮 還有比較詳細一些 比較覺得知道 做某樣東西 會引起某些問題 如果做了之後 我們定了在這樣做的時候 就不要說 為何要起價 起得那麼厲害 為何要貴了那麼多 這些一些 我們都是 後果會是這樣的發生 但是工會方面 其實勞工方面 都不會覺得 要限制所有最高的公司 而是標準公司 如果要加班 就是要補價 或者補錢 其實我們不是說 很低估的複雜性 柱哥說了很多 很困難的那件事 正正是因為 現在各行各業 都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你真的要拿出來談 但是千萬不要說 難了 所以我們不要立法 因為你不立法 是沒有辦法去做的 因為你最低工資的經驗 就是要靠老闆 去自動自覺 去做這件事 是困難的 如果你不用立法的方法 我又問了 你商界有什麼方法 可以去解決公平這件事 無常加班這件事 長公事這件事 你沒有辦法去做的 我想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會提出一些 是不是可以 首先我們知道 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那個困難 某個地方 我們要改變它 這樣的情況 大家用什麼方法 來改變它 我們正在研究這些問題 希望提出一些東西 可以令大家 我買了一個廣告 5月16日 勞工界就是一個 諮詢大會 標準公事的諮詢大會 麻煩老闆 聽聽韓國協的虎房 聽聽打工仔心聲 我相信已經差不多 我相信主席和我們都談過 一開始我們都希望盡量多聽 大家的看法的意見 還有實際現在情況是如何 我們才會一直討論 去解決這些問題 不過我相信香港市民都很理性 其實固然過去兩年物價都是升 不過我留意到 其實很少市民或很少公眾出來批評物價升 都是歸咎於最低工資 很少人這樣說 大部分人說物價這麼貴 因為租金很貴 其實大家很理性 我們在2011年 最低工資推行前夕的時候 我們和諾斯會合作做了一個研究計劃 當時訪問過香港市民 當時最低工資還沒有實施 我們得出來的結果 有八成多的被訪者說 如果能夠令到一些基層員工 即是工資高一點 合理一點 就算加少許價 他們都覺得他們接受 我們當時這樣說完之後 事實上發覺那兩年 就算物價升也好 即時已經有些菜餐廳加價 或者快菜餐廳加價 但是至今日我都留意到 很少市民透過各種電台 說最差的工資 搞到物價都升了 沒有人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香港市民都是理性 我想標誌公司也是一樣 現在看到的情況 似乎社會很多人的說法 都覺得 有些人工作時間真的很長 這個問題是要處理的 我覺得其實也是一個好的兆頭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只要用一個 比較正明的態度去看 也都明白到到頭來 這個政策一出一定有很多豁免機制 好像新加坡一樣 也都一定會考慮到各個行業的特性 到頭來有些人真的願意走三更 你都阻礙不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有個選擇和有些框框 讓大家去遵守遊戲規則 這樣就最好 可能最重要的是 那些大老闆要明白 他不要走出來說 24小時他喜歡做就做 我沒有人監獄他 他很有權不做 他可以做完六個小時就回家 問題是下一次他不找他做 他講了一段不講下一段 重要的是你做我的世界 我做你的世界 我都不明白 那些有頭有面兼大企業的人 你不可以這樣說話 你這樣說話 就令到那些勞工階層 越來越討厭 那些勞資關係就越來越低 柱哥你不要跟那些大老闆說一下 我剛剛想說 當然有些人士會這樣說 也不奇怪 但我也希望他們要看清楚這些事情 不要亂說話 事實上 我同意的 社會進步 我們一定要顧及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 工會也好 我們做比較上 執勞工問題的人士也好 都真的要顧及 工人方面的生活情況 他的收入 還有你要顧及人的感受 你不要想著給了 萬多元很多錢 二萬元還想怎樣 其實剛才我們計算 如果四個人 買飯盒吃 二萬元僅僅 明白 所以我要重申 在最低工資裡面 絕大多數的僱主是同意的 最後是同意的 因為最初都很害怕 但我講一講 我們同意 我想差不多都可以證實 我們勞工會裡面 最後我們僱主都是同意 進行這件事 我們真的做了很多工作 在哪方面 務求領導 這個最低工資的實施是成功的 一看起來是比較成功的 其實很多中小企的老闆是很好的 因為他們跟工人一起熬 但是最糟糕的是 賺很多錢的人 他們的良心就拿出來 今天這段時間夠了 多謝四位 謝謝 謝謝